歡迎收看人人都能學會投資系列 下跌多少時候加碼效果最好 用三檔熱門台股基金回測過去三年 下跌到這個%數 加碼你平均計較會高出定期定額40%耶 很棒吧 我也覺得超棒 那在節目開始之前先請大家幫我們按個讚 按讚 好的 烘狗 怎樣 因為近期市場的波動真的很大 真的 像是8月初不是大跌然後又大漲嗎 然後B型反轉 結果9月初又大跌就是1000點之類的 搞不好我頭好暈啊 你真的有暈嗎 沒有 沒有 我覺得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現在這個行情 尤其是台股上漲2萬年之後 其實你隨隨便便看到500點800點 你就不要太驚慌 因為那個指數已經高很多了 所以如果在正常個2-3%的波動情況下 你產生出來譬如說2萬點 2%波動就400點 那這個狀況下 只要台積電漲跌過2% 台股就很可能整個 因為影響大半太大 台股就整個植物波動很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習慣 就是未來的成果 但其實也因為這段時間就是波動比較大 所以很多人就會討論加碼這件事情 但是問題就來了 我們到底要跌到多少時候去加呢 因為你有時候太少加 你很快就會沒有錢 不會你口袋滿深的 不是我 然後太晚加的話 你可能就會來不及 到底要怎麼辦 所以這一集呢 我們要用三檔熱門的台股基金 來幫大家就是去回測看看 我們來看看在不同的下跌幅度的時候 我們去加碼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然後我們去找出你覺得CP值最高的加碼方式 那我要先說明我們回測的方法 那我使用的是吉普通的低檔自動投 這個回測功能 我要先說明一下 我沒有知之不分 它是自動投 好 你幫我上字好不好 自動投 好 那它的回測方式是這樣的 假設今天是2024年的9月3日 它會跟過去第20個基金營業日去相比 然後以今年真正形式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8月6日這一天 然後他去看看他們這兩天相比的下跌幅度是多少 我們假設呢 9月3日這一天的禁值是85元 然後在8月6日這一天禁值是96元 所以它相比之下下跌幅度是11.46% 那我們以此類推 那因為週末它都不是基金的營業日 所以我們再看到 假設9月2日跟20天前相比 在粉紅色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它下跌的幅度是8.16% 然後8月30日黃色的部分呢 下跌是10.53% 那反正總之邏輯都是跟20天去做相比 假設今天呢 我設定我加碼的幅度是10%的時候我要加碼 那我會在8月30日跟9月3號這兩天都去做加碼 那如果我設定是5%要去做加碼的話 那這三天跟前20天相比的 淨值下跌就是相比都超過5%的話 所以這三天我都會去做加碼 那我們知道它回測的方式之後呢 在標的的部分 我們幫大家挑選了三檔熱門的台股基金來試算 包含了安聯台灣科技基金 野村優質基金以及統一黑馬基金 那我們回測的期間是3年 我們從2021年7月1日到2024年的6月底 那我們分別去回測定期定額 還有在下跌5%還有下跌10%以及15%的時候 去加碼的一個狀況 那其中呢定期定額我們是以每個月最後一個 加一日為投資的時間 那我們先來看安聯台灣科技基金的回測狀況 假設呢三年的期間我們定期定額扣款次數 因為三年36個月嘛 所以就是36次 每次我們扣3000元 所以投入的本金會是10萬8000元 那以安聯台灣科技基金 過去三年的狀況來看的話 定期定額的報酬率是70% 其實沒有加碼已經很厲害了 但如果加碼的話呢會怎麼樣 如果我們預設是下跌5%就加碼 記得我們這邊是指說 我們每天的最新禁止去跟前面20天去做相比 下跌5%的時候我們去做加碼 那可以看到在下跌5% 我們總共會加碼106次 所以投入的本金呢會高達31萬8000元 有這麼多次喔 所以現在波動真的很大耶 對那這個最終報酬率呢 就是針對加碼的這個部位的話 報酬率是101.8% 那比起你單純定期定額的績效 其實你會多出31.9個百分點 那如果我們是在下跌10%的時候去做加碼 你的加碼次數會縮減到40次左右 可是你的報酬率更高是113.2% 那如果跌15%的時候去加碼 過去三年觸發次數非常少 就只剩下13次 那你的報酬率是111.2% 那大家可能會好奇為什麼下跌15%加碼 會比10%加碼的報酬率更少呢 那是因為這個加碼的策略設定的是動態週期 並不是用一個固定的時間點的位置來看喔 所以我們用圖來看會比較清楚 我們在圖中可以發現 淺藍色是下跌10%加碼的觸發點 深藍色是下跌15%時候加碼的觸發點 那你就可以發現 剛好過去三年最低水位的地方 就是觸發多次下跌10%加碼的位置 等於剛剛好在最低位階加碼 所以我們表格當中就可以看到 10%的加碼結果 竟然比15%更好 這就是說如果是緩跌 不一定會觸發較20天前下跌15%的加碼條件 因為慢慢跌下來可能往前比 好像就跌沒有到那麼多 所以這樣到低點就不會觸發加碼 所以並不是越嚴苛的加碼條件越好 你還要考慮到實際的執行面還有加碼次數等等 當然還有你的口袋深度 這個後面我們再細說 先請優優把另外兩檔基金的回測狀況跟大家解釋一下 好我們繼續看就是剩下兩檔的熱門基金 它的回測狀況 我們接著來看野村優質基金 如果是單純定期定額 你過去三年的報酬率是53.8% 那如果你打算下跌5%去做加碼的話 你可以觸發129次的加碼 那績效是76.9% 比你單純定期定額會多出23.1個百分點 那如果是下跌10%加碼的話 績效是99.3% 會比定期定額的績效多出45.5個百分點 那如果下跌15%加碼 你會比定期定額的績效多出53.3個百分點 那在統一黑碼基金的回測部分呢 如果你單純定期定額的話 你的績效是51.5% 你在下跌5%的時候 加碼你的績效是71.9% 下跌10%的時候加碼你的績效是87.1% 下跌15%加碼績效是107% 那比定期定額的績效會多出55.6個百分點 看完三個基金的回測 可以歸納一下幾個狀況 首先當然就是你設定的下跌幅度越低 你就越容易觸發加碼條件 那這個優點是你能夠累積的本利和比較大 但是每個人的資金狀況不同 那你看這三檔如果都設定5%就加碼 你一個月定期定額一次 但加碼幾乎都是三次 一般人的資金可能應付不來 那再來就要考慮資金效率的問題 因為我們是第一檔加碼 所以你要考慮到跟定期定額的績效相比 到底有沒有比較大的利差 那就回測的結果來看 其實下跌10%加碼的效果就很不錯 那這三檔在下跌10%加碼的狀況下 平均多串4成以上 而且從加碼次數來看會比較合理 等於一個月可能有機會多加碼一次 就不用擔心你口袋不扣深 至少每個月薪水進來 可能也讓你可以加碼得起 那如果想要耐心等待 或是資金比較不足的投資人 就設定下跌5%加碼也可以 整體來看比定期定額的績效 擁有更高的利差 平均每個月加碼次數大約是0.2次到0.4次 等於你每3到5個月才會加碼一次 對你來講好像有點不夠 好喔 說到加碼 其實我覺得要考慮的問題真的很多 因為尤其是你知道不一定你會做到 因為人性其實真的有很多要克服的問題 不過大家剛剛其實有看到 我們是使用基富通推出的好想加低檔自動投的這個機制去做回測 那基富通其實他特別委託了知名的財經教授 他去研究分析全部境內還有境外的基金 那他們過去30年低檔加碼的一個表現 然後我們去找出比較適合加碼的一個參數 讓投資人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那我們歸納三個特色 首先是這個專家學者他去實證把關 所以讓大家可以去回測 然後你再把你的加碼條件變成一個選項化 你就不用煩惱到底你要設定多少加碼會比較好 那在基富通的網站上呢 你可以選擇就是-3%-5%-10%跟-15%的時候去做加碼 那在設定上呢 他更進一步可以讓投資人去設定 我每個月加碼的次數上限 就是一次到10次你都可以 那避免你一口氣就是把資金加完了你都沒有發現 欸這功能我覺得不錯欸 就是說你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加碼的幅度 但是呢因為有資金上限卡住 免得不一瞬間 有時候如果那陣子跌太厲害 我們把錢都弄完了 這樣也不太好 對 所以他可以去用 有一點錢可以出去玩對不對 對 而且我覺得他更棒的是 因為他可以用原本你既有的定期定額方案去做設定 你就不用去說什麼 我一定要新生購才可以去 就是做這個低檔自動投的功能 對 所以其實我當時在看到這個功能的時候 我馬上就把我的定期定額扣款去做設定好了 你真的很行動派 我是行動派的 好 第三個特色呢 就是他每日追蹤去掌握時機 因為定期定額或是所謂的定期不定額 他其實都是有指定扣款日的嘛 但是呢如果AI可以來幫你的話 你就可以去每日追蹤最新的狀況 你就可以在適當的時機去做低檔加碼 讓你的定期定額再升級 所以我們走到這裡要揭曉真正答案了 你到底想要幾%加碼嗎 我設定10% 因為我覺得一個月多加碼一次 其實我還負荷得了 畢竟最近沒有什麼加薪的幅度 這是一種控訴嗎 明明你口袋又生不可這還裝 那Hongong你自己看完這個回測 你會選擇在幾%的時候去做加碼嗎 我覺得其實依我的個性喔 我一定是會5% 10% 15%呢 都弄一次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自己 各種不同的方法都試試看 太狂了 口袋生不可測 我可以每筆的資金都小小的啊 好嗎 好啦 我們有了投資的好方法呢 其實重點還是要有投資的好平台 那大家知道嗎 在基附通買基金的話 現在通通都免手續費 你等於贏在起跑點 而且我覺得它開戶超級便利 因為你是直接線上開戶就可以搞定了 那國人現在對於定期定額的觀念 其實接受度相當的高 如果你想要再加分 就可以試試看 搭配這個自動追蹤的低檔加碼機制 有助於提高你的勝率跟回報喔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內容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Smart人都能學會投資系列 我們下次見 掰掰